渣渣实实的冬装 你们看挂在这边非常厚的 走件棉服为主的都是沉稳的颜色 因为上期大家就说不好意思穿出门什么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实用的帅气 不用不好意思穿出门的帅气的look们对 然后我的扎实地方是在于 因为每一套都非常暖和 就是真的将这户可以穿到12月份都没问题 除非特别冷的时候 第一件类似米其林的轮胎上一股股像香肠一样的 选它打头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好搭 就你冬天就突然今天冷了之后 你就是直接套上就可以出门 穿睡衣都没关系 因为反正你可以拉上拉链 就一种全世界与我无关的感觉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常见 都感觉每家每户都有一个 甚至你的衣柜里已经有了 所以就不一定要选我这一件 因为我这是我喜欢的硬花 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大家 搭的时候就简单一点 臭一点 不用太大动干戈去 把它搭的反而就会失掉那种感觉 然后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小tips 觉得太单调了 没有层次的时候 我们任何的羽绒服棉服都ok 可以加一个衬衫 我加的是格子 你不选格子没关系 你加别的颜色 也会白衬衫也可以 老观众应该知道非常喜欢羊羔毛 它口袋这边是竖的插过来 因为鞋的口袋就很容易掉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实用的事情又上升的一层 冬天很多都是深色黑色的棉服 我都会买几件这种反差的颜色 太亮了可能我里面接受不了 所以就这种深绿色 这个颜色超好看 420克这种金属棉的 它是这种短款的 然后我棉服一般都比较长 这样里面突出层次 加上我很爱用白T在打底 就可以三个层次在里面了 这类的我升级版 一般就是搭一个帽子搭一个包 然后冬天就黑色多 我就准备都是黑色的 反正你都不会出错 用了简单搭配和复杂搭配 各取所需就我都给你们上升展示了 因为很多地方就将这户 这户差不多 就没这么快你穿到羽绒服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棉服过度 满长一段时间的 找了很多家的物美价廉300多 你当工作服日常穿也完全OK 然后这个款式也很深 得我新面包服的 不是那种膨胀的 是比较小的款式 我摸在外套手上也是暖和的 所以特地选了这种 它是仿灯形容的 我超喜欢这个面料 摸起来特别的舒服 我们冬天更多是这种黑色深色的棉服 所以风啊卡卡其色都我很喜欢的 会出错还可以有一些变化 卫衣合集里面那个黑色家人的另外一款 有一点奶奶的卡其色 背后是有点像龙卷风这种火焰 反正就是非常抽象的图案 恍惚的字母在前面 对是大大的帽子 它一个很工装 然后搭靴子穿 这样就会上身非常的帅气 因为我们冬天呢 还是要坚持穿皮衣的 但普通呢可能就不够厚实 所以我选了这个是之前 无敌好看的秋装里面的升级版 你一家厚的这种荔枝纹路的这种皮革的拼接 袖子这一块是皮的 然后整个大身基本上是这种厚的毛泥的 这个毛泥我给你们说就会粘毛 特别是黑色的 是没办法的 有这个魔术贴的装饰 然后是白色线剂的这一块 本来不是这种立领的嘛 然后它做了一个翻领的衬衫领 多了一些摩登腹骨骨的感觉 我很喜欢 就多了更多可能性 鼻脊绒绒绵腹还是保暖性会弱一点 所以我就会选毛衣打底 但是这个外面其实有很多分割结构了嘛 所以我就不会选亮色 我不会选深色系的 然后我这个毛又非常推荐 落肩的版型 然后整个前面就是破碎的 像是灰黑的 就不会太突兀 就每个人都可以驾驭 它还有很细小的设计点 很戳我 袖口和底摆有做一圈 这种灰色的一个边边 它还有一点 它是可以直接亲肤穿的 就你穿在身上完全不会扎人 这些有九件棉服 但每一件都代表了不同的我想表达的品类 下面这个就代表棒球服出征的 多少今年还是大家在穿棒球服的嘛 但都是有毛你的就不太能穿到很后面 发现了这个是棉服的 是夹棉的 很暖的 可以穿很长时间 然后我之前买了个M 发现不够大 所以我特地换了个L码 非常的宽大 就里面可以塞很多 红卡瑟加米色拼接的 这个卡其色它有一点偏绿的 这些人想尽量的减少叠穿 虽然我有点控制不自己的手 最后还是选了一个高领的打底衫 特地选了一个不是很高的 特别City Boy日系的 它会一块像一个扇叶 这个不是它就很短的一个 只有在这边有个小小的字母 其实你不太能看到 一种搭配就是穿修身的牛仔裤 搭靴子更凸显比例 当然我自己更爱的是日系的搭法 就是很宽松 没那么显高 很宽宽松松的 下面这件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 就是代表飞行员甲克MA1出真的 但它是结合了更多棉服的属性 是一个改良的款式 它有黑色和银灰色两种颜色 因为我太多黑色了 所以我选这个颜色 用了这种蓝色的线剂 在这个侧边有一个烫金 背后还有三角标 领口是比较偏小的 夹棉非常的厚实 我反而选这个侧面袖子这一块 所以你们看到上身的时候 我会尽量展示这个部分 给大家的棉服增加另外一个tips 开衫的尾衣 特别是这种款式的时候 你加一个帽衫 这个领子部分有了 然后拉链拉开 下面部分也有 就双个层次 因为我们棉服里面 能做的空间其实很少 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空间 增加不同的可能性 今天可能做了太多胶囊益处 我会考虑到通勤职场 帅气的单品 但很多人会喜欢光板的 我个人喜欢 那结构的像之前 那个箱形的甲颜克 就是他们家的 对 我这一款它是有保款的 我是看到它有 就是夹棉的棉服 所以我特地买的 而且它夹的挺厚实的 就十度左右 都完全可以穿的 它前面是有拉链 再加上四合扣扣上 然后外面就是它品牌很丰富 各种结构 拼接是灰黑色的部分 特地选了个MM 这样就刚好是修身的款式 拿一个衬衫和领带搭配上 制服的感觉 这是我想象的效果 我还提供另外一种搭配 一身黑像套装穿的 然后再背一个双肩包 现在应该能看出来 是代表短泥外套处征的 常买的这一家 很兴起他们家出了泥子 买回来试试看 发现还不错 挂在那已经稍微 念了一些毛了 我上身刚好一身的 加了电间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可以撑起来的 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用钮扣用的是拉链 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内搭的选择 就是拉链款式的高领衫 其实有很多是上下都开口拉链的 会更好 想找我买了几件 发现不好看 还是这个好看 所以还是搭在这里面 就是一身黑 然后下面只拿一个棕色的西装裤 升级版的就是 我们可以把拉链拉开 然后里面做一些 不一样的风骚的细节 这也虽然不是棉服 因为它非常帅 各立安排它出场了 它有点像教练甲克 有点像那种 二手Vintage会卖的滑雪服 高领 然后特别是胸 肩这个袖子这块 非常的宽大的 可以什么都可以塞进去 做了一个分割结构 所以这块是半立体在这后面 我特别喜欢出背后 侧边的这个部分 它的面料是这种 很厚实的帆布的材质 防风性还是非常好的 很喜欢一些很宽松 很夸张的高领毛衣 刚好就可以搭在里面 最后就还是分享一下身上穿的这件 是非常百搭 通勤的一个毛 我今天你看到我的刘海了 脑汗了 因为太热了 它保暖性很好 它是有羊毛的含量的 所以它有点扎人 所以我里面特地穿了一个打底衫 面料就有点像全麦 面包 燕麦奶 就是有星星点点在里面的 就像它这个底板和这个方面 上面是有一个粗粗的线 就手工缝制在下面的 有一个点缀作用 我非常喜欢 它其实本来比较偏厚了 腐啊羽绒服里面 可能就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派了另外一个内幕的单品出厂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家 有做这种羽绒背心 棉背心 这个也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单品 有两个方形的口袋 然后前面是有钮扣 然后抽绳 连帽的款式的 还是挺大的 所以你可以无压力 保暖又有造型感 非常好看 好 以上就是今天准备所有内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视频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这期呢我跟沉稳的基础的搭配 我想下期肯定就更跳通的颜色 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 祝大家冬天快乐 拜拜